翻阅传说之下制作人托比的简历 我们可以得知 托比参与了地球大冒险2特别篇的制作 在特别篇中 原本四位主人公变成了三位 而唯独缺少了男主人NICE 因此我们猜测 NICE很可能就是穿越到地下废墟的SANS 对比两个角色 不仅外貌非常的相似 而且两人都具备穿越时空的能力 如果说以上的这些都是巧合的话 那么SANS兄弟小屁身上的这个武号 可以说是一锤定音 小屁胸前佩戴的徽章 同地球冒险反派佩戴的徽章一模一样 因此这样子猜测 很有可能是地球冒险中的NICE 为了保护自己的伙伴 而带着反派穿越来到了地下废墟 而反派出于某种原因失忆 变成了小屁 自此之后 两人便永远的留了下来 在传说之下 SANS为了遵守和羊妈的约定 不惜牺牲自己去保护玩家 在地球冒险中的NICE 为了守护世界 不惜丢掉肉身牺牲自己 无论在哪里 SANS都是那个外表乐观 却把所有的痛苦都背在自己身上的孩子 这恐怕就是他喜欢冷笑话的原因吧 这条视频不为别人 只为SANS 让我们给SANS点个赞 赌上优积粉骄傲的一个问题 在传说之下典藏版的八音盒中有一串文字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条文字是什么呢 这条文字是什么呢 谢谢观看